据中国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 3月28日零点至24点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228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5658例 其中上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6例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4381例 据报道 最近10天 上海市累计报告本土感染者已超过18000例 连续几天本土新冠病毒新增感染者中 无症状感染者多于确诊病例 尤其近三天来 无症状感染者居多 据科技日报报道 无症状感染者人数多 比例高是本文疫情的明显特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黎解释 这一特点不仅与病毒本身有关 也与及时筛查 尽早发现感染相关 更与疫苗接种密切相关 据央视新闻报道 上海市卫健委于3月29日通报 截至3月28日 零点至24点 上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6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4381例 其中21例确诊病例为此前无症状感染者转归 7例确诊病例和3824例无症状感染者 在隔离管控中发现 其余在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 3月28日起 上海实施了上海市浦东 浦南级毗邻区域的核酸筛查和区域管控工作 累计组织17000名采样人员 设置6300个采样点 并且得到了江苏、浙江两省的支持 截至3月28日24点 共筛查超过826万人 当前 上海正处于疫情防控的最关键阶段 上海新一轮核酸筛查过程中 明确要求封控地区的居民足不出户 足不出户指的是不出家门 不要走出家门到楼道 地下车库、露天区域等小区的户外空间活动 据央视新闻报道 上海教育考试院消息 上海市原定于4月16日、17日、23日、24日举行的 2022年4月上海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延期 至下半年10月举行 据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消息 为支援上海新一轮网格化核酸筛查 3月28日、浙江、江苏两省分别派出1500人 500人的检测队伍抵达上海浦东 在上海支援当地核酸筛查 官网站消息 联 Här 韩管车库先 川口